主要是你讓我很不爽 主要真的是你讓我很不爽 不爽到我決定 我們可以提出所謂的 法律訴訟 好不好 恭喜你 真的 我在此發誓 我明天不去備案 我頻道刪掉 OK嗎 OK 就這麼簡單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簡單講一下 首先時間點 目前是12月23號的影片 國家被人家整個 國家被抄家 然後整個家被拆了 既然有人來抄家 那我們回去復仇 我覺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於是我們就準備出征 然後到了他家之後 我們才發現 是個BUG房 裡面是沒有任何家具的 可以看到我們進入之後 你破壞家人的储物櫃是0-1 那表示只要破壞一個置物櫃就算結束了 但是因為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置物櫃的 所以算是你使用BUG玩家吧 所以接下來玩家基本上只有兩種選擇 要嘛就是自認倒楣 遇到使用BUG的玩家 要嘛就是向官方檢舉 這邊玩家使用BUG 導致我無法正常的運行遊戲 欸對我無法正常的復仇 好所以接下來各位可以猜猜官方是怎麼回復的 然後我講一下我切心的事情 你們知道明日的官方有多扯 這是我去跟明日的回答呼應的信件第一次 OK第一次我是這樣說的 這個玩家使用BUG蓋法 加上架具卡在空中 然後又去動到製成操架 導致正常玩家無法復仇 再出源挑釁態度惡劣 OK然後有附圖 OK我有附圖 官方竟然跟我說 如果你在遊戲中遇到惡意謾罵之請問玩家 建議可以用直接的 遊戲內直接舉報 OK這個我接受 後面呢 沒了 所以我就問了這句 所以用BUG蓋法 加上架具卡在空中 是官方允許並且不用處理的事情嗎 我今天不是說要謾罵 請問這位玩家使用BUG蓋法 導致玩家無法正常復仇 這件事情不用處理 然後說非常抱歉給大家的困擾 然後重點是最白癡的事情 他竟然要求要相關佐證影片連結 我知道可能他們收到的檢舉很多 他們不想自己去查 但這東西對一般玩家來講 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 這又是不可能的啊 你一般玩家怎麼去 所以不以相關佐證影片連結 你一般玩家怎麼生出來 生不出來啦 絕對生不出來啦 絕對生不出來啦 所以很無奈啊 很無奈 其實我氣的是名字 這件事情就算了 我明天 一定去 警察局提告 不提告我頻道散掉 官方不處理 那私下處理吧 而直至發影片的今天 12月28號 官方依然沒有給我後續的回答 而之前玩家也是依然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而在我直播的後續 他也不斷的怒罵 在這邊我已經跟大家提醒過了 我是個實況主 目前正在實況當中 你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公然無路 那對方依然沒有要停下的意思 所以 我們去警局做了備案了 那至於做備案的方式呢 這邊甚至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來到林里加最近的派出所報案 著名是派出所 不要去刑事警察局 好相關的收證紀錄 記得要影印出來 呃不能使用影片 我也不會拉他你繼續嘛 反正我現在跟你講 我現在是開台的狀況 再過來就比較簡單了 敘述他的犯罪經過 跟犯罪事實 還有犯罪動機 把這些全部交給警方製作筆錄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等警方的調查囉 如果後續還有什麼情況 我會再出影片跟大家說明 我是簡單人生 希望大家玩遊戲快快樂樂 千萬不要白目被搞上法院 對 對 對 谢谢大家